90 歲是一個很漫長的階段 不如我們先說說你的童年 問我童年我很僥倖 我爸爸是在香港大學讀 Political Science 如果今時今日可能讀 Political Science 是很大的問題 當時不是的 讀 Political Science 但是因為他家裡窮 到他最後一年的時候 他就要半功讀 到了最後一年就肥老了 一科 就沒有錢再繼續讀下去 拿了文憑 所以他就拿不到Degree 但是幸好在香港大學的Record有他的名字 我證明他讀過 所以我爸爸就很同情那些家境清貧學生 我就有三個哥哥 一個姐姐 我大哥呢 實在是我們姓楊的家 他讀書好過我很多的 他就入大學的時候 拿到一個 Government Scholarship 當時 現在說是 三零 四零 三零年代 當時就拿Government Scholarship 就只准許你讀 Arts and Science 他是要來訓練那些AO的 我大哥就決定 我不喜歡讀 Arts 不喜歡讀 Science 當然要讀 Medicine 讀 Medicine 就要自己付錢了 我爸爸付錢六年 都挺辛苦的 但我大哥說我是喜歡 Medicine 我決定的 所以他讀 Medicine 那時候呢 在現在的2年級 當時的 即是三年級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些Price的 所以他實在讀書就實在好過我很多的 不過很不幸運 他在45歲 就因爲Carsinoma Colon就死了 我二哥呢 就是打仗 那年1941年 你們個個沒有人出生的 你們爸爸可能出了世 1941年 那時候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我二哥讀的 剛剛進入第三年Medicine 但是 那就要香港 你知道淪陷 日本仔 他就要進入內地 去了江西中正醫學院 繼續去他的醫學 他讀第三年 讀完1943年 他讀完第三年 升上四年 就去了 應該是調去成都齊老大學 繼續讀 但是很不幸運 他在路上的一輛車覆蓋了 那些是碳車來的 覆蓋了 他就死了 就沒有了 所以就 雖然我童年 就是一個很快樂 很溫暖的家庭 但是呢 已經在小時候 已經經過了兩次 親人過了身 生離死別 悲痛 所以這兩件事 對我以後的成長 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三哥和姐姐 就是打仗的戰前 1941年的時候 讀中學 打仗的時候就追不上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入大學 就只是讀中學畢業而已 那我自己呢 就剛剛上去 我由中文學校 問我讀哪一家學校 我的學校都整理了 一家叫做體育小學 一家叫做江華中學 就整理了 因為我讀完中文轉去英文 英文中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叫做classics 的時候就打仗 所以在三年八個月 我就只讀了半年書 就叫做江華中學 讀了半年書 或者你們在座有人聽過 霍寶敦 霍寶街 霍寶敦呢 就和我是同學校 不過我就中三畢業考第一 江華中學 他就小六畢業考第一 在那時候認識霍寶敦的 那三年八個月 就全靠我爸爸在家教我中英數 第二件事我不喜歡讀的 歷史 地理 什麼都不讀 只是中英數 到打完仗 打完仗很容易入大學 怎樣呢 好在我哥哥 兩個哥哥讀Medicine 我自小在家裡 我家裡有一個skeleton 那副skeleton 自小玩到大 直至到最後 Peter 和父親的妹妹 Alice 畢業 就送給醫療學校 否則家裡有一個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有一個skeleton 自小對這裡有興趣 第二 我覺得 我不可以出人頭地 但是如果可以做一個好醫生 未必是最厲害的醫生 好醫生就可以了 我就會對社會有貢獻 就可以幫到人 所以不如讀Medicine 同時Medicine 你不需要很厲害 language 又不需要很厲害 science 我就可以跟得上 所以讀Medicine 當時是16歲 是16歲 當時我們入大學 二入難出 現在就沒有這些 我120人入 讀Medicine 畢業40人之中 不是完全是那班 有些是David Todd 的班 即是我們一群畢業 我們同一齊入 我想30人到 即是西了大部份 就全部禁止了 跟現在應該有些不同 現在有很多女生 以前是否沒有這麼多 我當時也有很多女生 因為我當時沒有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沒有醫科 那就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那些人過來 所以我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很開心 很多同學在那裡 都有很多女生 大概20%左右 但是其實當時的事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你會入內分泌科 入內分泌科 就很簡單 因為當時 Professor McPherson 你知道 我的恩師 我想她是個個的恩師 是師工 她自己在Glasgow 做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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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得低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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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大學當時說升職的就不是算是merit的 就是有個post才可以升職 所以我只要等關孝昌離開了香港去美國 然後有個post vacant 我才可以升職 我一輩子都是做clinical assistance 做lecturer 都沒有升職 我這樣就第一樣 第二就是那時有個Professor Gerald Choi 那時叫做Dr. Gerald Choi 他是Founding Dean of Chinese University Medical Faculty 他就對sirotoxicosis糖尿有興趣 我也是跟著他做的 所以他引起我的興趣 第三樣就是很現實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新的藥 好像是oncology沒有的 凡是cancer就說cancer差不多是死刑了 但是sirotoxicosis有藥 往時有propathurusol有carbemusol 糖尿又有insulin 哇 那些病人過得好 看到病人過得好就很開心 不如都是做entocrinology 同時呢 為什麼不做cardiology呢 cardiology呢 我們那時有cardiology的specialty Dr. Joseph Pant做head 但是cardiology要半夜起床的 Rose Young不喜歡半夜起床的 他就不想半夜起床 又不喜歡做invasive的事情 endocrinology好呢 就是除了job satisfaction之外 就好像第一就是很多investigation 好像做偵探小說一樣 很logical 還有work out出來 還有我做的時間 是endocrinology 那個最初 那個時候最多的東西 那個黃金時代 好像radioimmunic assay biological assay Humplan那個時候出現 radioisotope那個時候出現 所以就很開心 所以你看穿了這個機會 是的 但是我去Glasgow 有人不知道我去Glasgow 考membership那時候去Glasgow考的 我考endermenmembership 是考specialty的 是 我考慮Hematology 不是考endocrinology 所以我是無私自通的endocrinology 但其實你的 thesis是甚麼呢 我的 thesis就是 hypoglycemia and primary carcinoma of liver 那時候做research 甚麼都親力親為 Glasgow要煲糖水 很多人跟我煲過糖水 就是在test tube煲糖水 那這樣 我自己去和病人抽血 有個病人半夜 就是hypoglycemia pumber carcinoma of liver 我又去和他抽血 別人亂拄了 hypoglycemia 就打人 一定是抵打 那個病人打一掌 一頭打到我的頭 因為他是hypみ 你還去搞他 抵打 應該不要掛著抽血 做其他事先 当时协指教学学是读6年 但在6年之内最影响你的一些 pond accomplished 我经常常觉得很多东西都在网上看到 Mirlic世界有很多东西 但这些不代表型动力的 不代表新教 我當時有很多好好的先生 第一,是Profismic Question 第二,是Dr. Steven Chang 有些人可能記得Dr. Steven Chang 如果是拿拿素做過的 第三,是Dr. Jayol Choi 第四,是Dr. C.P. Phong C.P. Phong一定有人認識 你聽過C.P. Phong Medal 有兩個C.P. Phong Medal 一個是Pathology 一個是Medicine Medicine是 Medicine 第一,我就拿C.P. Phong 我就是第一個C.P. Phong Medal 為什麼我對這四位先生影響我這麼深 第一是Mcfession的人很嚴重 教書沒有聽到很害怕 我也會震動 進來就很害怕 但考試對學生真的很仁慈 他也很幫助你 如果學生有什麼困難 他就要盡力幫助學生 我最記得有個學生去加拿大 我曾經到加拿大 我跟他講起一件事 當時有一個人進來A&E Department 他不知道他生病 肚子是Prasenitis 這樣就穿了 那個醫生以為他是Actopic Pregnancy 就失去病毒 那個病人死了 那些警察就來了 就抓了醫生去控告他 他抓了醫生就下手了 魯麥聽到就很生氣 立刻跟政府吵 他說第一 他做錯事 你不可以當他是病人 他不是謀殺 為什麼要用醫生給警察 第二 他跟醫生的病戶 他說 我做了這麼多年醫生 我都見過最多一個 是那個 是Tai Foi Fever 就穿了死了 你不期望一個 初初畢業 一兩年的醫生 會懂得這些事情 所以他的錯是情有可原的 那個醫生很感謝他 因為你初初畢業 在A&E做 被人拘捕了去 不是坐牢 是拘捕了去刑罰 那個人去了外國 他還說起一件事 他對學生 真的很關懷被盡 對學生也好 對病人也很好 所以他就很正直 那Steven Chang的教書 就是一流 他自己本身就是PUMC畢業 Peki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他教的書 他講了 你擾了兩三天 記得他講什麼 我最好笑的 有一次他教書 我拿書 他說 Do not write 我真的寫了Do not write 入神 他說什麼我只要寫 根本就是他教的 完全那個印象很好 Dr. Gerald Troy 他的英文是一流的 他是華人 然後就打仗 進了內地 香港要畢業 英文就是很重要 別人的英文的 就 你present case 錯了一定是和你改完英文 教書又是一流 很好的 還有因為他是天主教 我自己是天主教的 他就make sure 我要去church的 那時候剛剛香港 有一個天主教醫生會 成立在Richie Hall 他又要抓你 進去 member 是很掛重的 cp方 就另自有一個淵源 因為cp方跟我大 我二哥在江西中正醫學院 我二哥就三年級 四年級 他就二年級 所以他回到香港之後 他打完仗就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有時候跟我講起 二哥在內地的生活 他第一次教書 不知多好 有一次 他沒有空來教 他那時候畢業了幾年 就叫他忽然間來我們 給個lecture 他可以給得不知多好 同時他對病人 真的很好 我記得有一次 他在那時候 Manson 走到Manson病房 坐在病人旁邊 睡醒那個病人 不肯做手術 他慢慢 聽病人說 為什麼他不肯做 慢慢說服病人做手術 今時今日很少醫生可以做這些事情 不如說一些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很多 沒有關你們臉紅 我講我不在 最有趣就是 Kristina Wang Kristina Wang 講話很快 跟我一樣 你們現在看病人 對著電腦 我們那時候沒有電腦 西營盤看街證 那時候那個病人好像 South Coase Kristina看 一直看著那些貼物寫紙 他說 他知道 內容 мет traitor 《青少哥》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的才出世多少 WH 他突然問 剛才一指問那個病人 那又是13歲 他即投擲人家 他不理解誰 就是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小的 可能是顏色 大很多 所以很快 Kristina, ghetto ,ppa 很快 bicara 他說話發 past 壓力更快 他今天講得很清楚 之前Kristina 對時Kristina 還想要喝酒 會經常被人灌醉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是現在很難的 雖然現在的總事都很傻 這個份是伏地的 這是的 我們在聖誕派對 我們都期待到聖誕派對 在姿佩派對來的 姿佩派對好心機 知道我們那個人喜歡什麼 早就要買禮物給我 甚至 我的手錶 有一天要送它給我 一直帶我去英國 去過很多十年後 我都不要手錶 他知道我要手錶 他就送手錶給你 我們那裡有很多東西吃的 吃完之後 那些男生個個都要吃 Joseph Vaughn 大頭 David Todd 去吃蛇 因為他們覺得西餐不好吃就去吃蛇 那一定是冠罪的Christina Wang Christina Wang 最容易被人冠罪 他又喜歡喝酒 其實當年Professor McFergen 退職的時候 你便開始做教授 然後你也要有很多不同的職位 有做醫學院院長 85年 有做Prose Vice Chancellor 也參與了很多不同的組織 其實這麼多的工種 哪一件事是令你最難忘的呢 Professor McFergen 退休之後 我才是做Personal Chair 如果你們在大學做升職 每個人都有interview的 Rose Young 未被人interview過的 理由就是Professor McFergen 坐在那裡 她說 It's long overdue 她的promotion 你們還要assess她什麼呀 聽完她的波動 所以我從來未被人interview過的 所以很好笑 我升到她教授 完全沒有interview過的 Personal Chair 完全沒有interview過的 公職實在是那些好笑的 因為我一直都是做research 很開心 所以你們有做research 我很jealous 你們很envious 就是因為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們有新的發現 很努力 有機會去外國present 站在台上present 也很開心的 但是我為什麼會做第一次 所謂的大學involved in administration 就是1974年 Person McFergen 剛剛退休 Rae Sun Hua 我們那時候的校長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叫D&GPC 就是Development and General Purpose Committee 就是現在大學裡面的SMC Senior Management Committee 那裡多數都是Dean 但是她也有些不要的Dean 在那裡 Rae Sun Hua 就辞職了我 要我去加入她的GPD D&GPC 當時那些人 我都是教授 我都沒有升 I was the only female 為什麼她要找我呢 就是因為她有個女人代表 又有個non-professorial代表 所以找了Rose Young就最適合了 做完之後 做Associate Dean 我做Associate Dean 為什麼要做Associate Dean 呢 因為當時有個Dean 正在1979年上 那個Dean 叫做Arnold Share Arnold Share Arnold Share 就在上海 是在Saint John's College Saint John's University畢業的 就做Physiology Professor Physiology 就來我們做 那她做Dean 但是她做到Clinical 那些人又不熟 而且跟Medical Council 就沒有來往 因為她不是Clinical 她的Degree 是在香港的 所以她做Associate Dean 她就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幫一下我 你幫一下我Clinical 那邊 所以我加入了她 所以1979年 我已經是Medical Council的Member 就是因為 和Clinical 那些人都做了 好了 到了她做完 她做完 她就退休了 要選Dean James Gibson 可能你聽過 James Gibson Gibson Pathology 就是來找我 她說她覺得 我是最適合做Dean 她說不如你去做Dean 那做完Dean之後 又到Raisen Huang 就說 我要找一個PVC 我要找 你呢 不如幫我忙 不要做Dean 我做了Dean 就做了一年半 年半 我就被她称了上去做PVC 那些公職的事情 就是因為 政府叫你做 那有時候就 好像Medical Council 就是選出來的 那其他一些 就覺得 當時就 做了Administration之後 就教授 Clinical 有幾年我Clinical 都沒有看了 Word都沒有做了 那有時間就去做 做了一些公職 所以當時我那個 我那個 那時候現在沒有了 大學院的時候 有一個 那個教授都要出來 說個 speech 我當時都公眾 當眾 多謝了我的 College 像Cristina Wang Karen 和我分開了 我的Clinical Work 和我的教授 才有機會出來做其他的事情 其實你就1999年退休了 不過其實退休之後 你都仍然參與很多不同的崗位 好似你也是 在SARS的時候 這是一個 Expert Panel 的Committee 可不可以分享 那次 那個Committee 那個Working Party 那個報告 政府完全接收了 比如 有了這個報告之後 就有了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現在的 Center for Health 張軍醫生那個 又有了 Legislation 什麼時候避免 什麼時候 就有了 最重要的 就是Public Education 教學生 教學生 要戴面膜 Distance Distancing 又有了 又要 Alay the fears of the public 要每天 跟那些人 都要報告 什麼時候才封關 所以 When the Corona Virus attacked Hong Kong 這個時候 Hong Kong was in a state of preparedness 已經有了 背景在那裡了 所以我們這次 這麼僥倖 出了第一個 第二 希望第三個 是那個 Working Party 報告 實際上是很大的功勞 你應該是 Professor Yang 還是Professor Yang 因為我讀書時 是 我的畢業文憑 和 School Certificate 和University 是 Membership Fellowship 所以我的 Registration 是RTT Yang 我都不想起 到最近 先排 我和一些人簽 那些 Driving License 寫了 Yang 人家不收我的證 你那個 Registration 是Yang 你不是Yang 是的 我的Registration 是Yang 到最後有 身份證 很多年前 第一次拿身份證 那個人 都要和我改 就是Yang 所以那些Bank Account 全部是Yang 有一次我在外國 就拿了一個 Scholarship 就是 那個School Certificate 給我寫Yang 那些錢給我 好像是China 美國的School Certificate 可以到外國 那裡拿不到錢 因為那些Bank 都說人家寄錢 是寄給Yang 不是寄給Yang 幾乎沒有錢 所以我現在 那個 在這個階段 已經生活了90年 在你這個人生上 你覺得有什麼 可以啟示 或者啟發給我們 有什麼知識 可以分享 給我們 去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正確 的人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 我童年應該是很快活 家裡也很好的 但是因為 有些哥哥 生離死別 就已經對我 人生很影響 但是令我變成 我個人很正確 但是 明天總是有更好的 一定要看向前看 第二 本身做事 就不要計較 我得失是什麼 每次做一件事 就想著我自己得到多少 才做呢 就不是真心做到這件事 你如果認為是正確的事 你就要勇往直前 你就要做 要 persevere 第三樣 就是 一定要栽培後代 因為是很重要的 如果後浪推不到前浪 世界上就沒有進化 一定希望 你們這麼多位 比我年輕 做entrepreneurgy 你們的成就 是應該比我好 然後才有進化